看看新闻网 当地时间10月28号中午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达格哈马什尔德图书馆礼堂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向朗朗授予联合国和平使者称号 其首位朗朗带上了一枚和平歌图案的徽章 并向他颁发了联合国和平使者证书 今年刚刚31岁的朗朗也就此成为世上最年轻的联合国和平使者 同时也是获得该向输入的第一位中国人 那我也希望就是能和其他的和平使者 像乔治库鲁尼啊像这个道格拉斯等等 一起能向他们请教一些问题 那我也希望就作为联合国最年轻的和平大使 能把我的使命能发挥到最好的 朗朗过去10年一直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 作为优秀的青年钢琴家 朗朗自身的成功激励了数百万对音乐感兴趣的年轻人 他也通过朗朗国际音乐基金会 帮助了很多在受教育落后地区的儿童 完成了对音乐的梦想 娱乐今天地 朗朗是中国的骄傲 美国纽约报道 朗朗